对于追星的粉丝来说 拥有一张自己偶像的亲笔签名 那绝对是最幸福的事情 如今德云社的演员更加受到粉丝的追捧 跟很多明星把粉丝拒之千里不同 德云社的相声演员都很亲民 一般在剧场门口 或者车站和飞机场遇见了粉丝 都会尽量给粉丝签名 可是德云社演员的签名有个特点 一般都很大 铺满整张纸的那种 12月18号 郭德纲的师弟郑豪 在视频平台上也回应这个事 解释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郑豪虽然粉丝不像那些年轻演员那么多 但是却是德云社实打实的管理层 作为郭德纲的师弟 德云社的招生考试 他基本上每次都是考官 正好说自己有时候给人签名 都是尽量往大了签 因为自己担心万一签一个小小的名字 纸张上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 人家给你写上个欠条 正好跟我借了500块钱 这你到时候上哪儿说理去 有人找我 赵老师给我签字吧 我就给签 但是我尽可能这么大的签 我怕你给我改成欠条 你说你给我小小的写个正好 然后你得上面写上欠条 正好跟我借了500块钱 你去找谁说理去 所以我大大的写个正好 就像赵立荣老师那个小品一样 签名只签了个麻辣基斯 正好的意思可以归纳成八个字 那就是人心险恶 不得不防 给你写个500块钱都是好的 万一人家给你写个50万 到时候你浑身是嘴 也解释不清楚这件事 所以德云社的演员给粉丝签名 都是尽量在一张纸上铺满了 不给别人留下暗箱操作的空间 有人可能觉得德云社的人小题大做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有句话说的好 防人之心不可无 很多明觉喝水只喝自己带的水 因为他们的嗓子尤为重要 不防着点 真出事了 受伤的只能是自己 就拿郭德纲来说 德云社演出的时候 有同行化妆成观众 戴着口罩坐在观众席 偷偷用录像机拍郭德纲 然后去有关部门举报 正好说的因为签名 莫名其妙背上债务的事情 现实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德云社的演员本来就树大招风 真要是闹出这样的事情来 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德云社的演员如今都很小心 在给别人签名的时候 一是不在空白的纸上签名 都是在照片或者海报上签名 二是尽量铺满纸面 不给别人做文章的机会 人在江湖 人不由己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德云社演员签名时候的讲究 其实就是这几句话的真实写照了 作为郭德纲的师弟 正好这个视频 也是在提醒大家 小心谨慎 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